Lio聊世紀 天情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來看法蘭克人對上伯格地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先來看一下紅方是選擇了法蘭克人 那法蘭克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吃果子速度特別快速 而且騎兵呢 有這個20%的生命值加成 所以在封建時代開始 他的血量一開始就會有優勢 所以遇到法蘭克人的話 要特別注意 吃頭不要跟對方纏鬥 好 那法蘭克人的後勤呢 主成是打這個192遊俠 還有這個疾兵火槍火炮為主軸的 那他有免費的農田技術的關係 所以在農田部分的經濟上來說 基礎上來說是不錯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伯格地人 那伯格地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騎兵呢 是這個馬桑青莊騎兵 那這個騎兵呢 是地下攻擊時會有額外增傷的效果 有點是一拳超人那種感覺 地下劇痛的那種 那伯格地人的後期呢 都是打一個火槍 還有火炮 還有這個馬上輕鬆兵 或遊俠 都可以 他的攻兵性不太行 沒有拇指環也沒有強弩 但是步兵系來說的話 還有這個活蘭明明兵可以打 而且步兵科技也是都是滿的 所以伯格地人的後期 都是打一個騎馬系的為主軸 然後配上疾兵的路線 那後期的伯格地人呢 有這個革命喔 可以把所有的村民 變成這個佛蘭明明兵喔 那這個明兵呢 攻擊力也是滿高的 但是就是血量少 防禦低喔 那伯格地最大的特色喔 是他這個銀罐 他的農夫呢 可以產生黃金喔 有點是 這個越南版的 農田版的紫幣技術 越南人的話是伐木死後會獲得黃金 那伯格地人是種田石會獲得黃金喔 所以我覺得這個能力 算是讓伯格地人 到後期非常強大的一個能力 因為有黃金的話 後期就會特別好打 那火槍部分呢 還有額外增傷喔 應該是火器單位喔 火砲跟火槍都有增加25%傷害 所以伯格地人後期打火槍也是一個滿好的選擇 好接下來我們來加速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好那先看到伯格地人前方金礦 哇這個很難受啊 這個金礦在前方喔 不太好過 這個很難受 但是還好後面有一坨 但是離得有點遠 而且是偏外側的部分 另外一塊已經演示了 這場哈特金礦不太好守 石頭呢也在下方喔 只有果子一開手比較舒服一點 在比較後方一些 比較難被騷擾到一點 但是他有三片幕去了 所以看起來還能接受 至少大概50分吧 應該沒有及格 最主要是因為重要的礦產資源 都在樹區外面喔 甚至跟樹並盤 這樣就很難防守了 好那來看一下MBL 最近很久沒有來播 頂尖玩家們的RP了 最近又回來看一下 發現我還是比較喜歡播 頂尖高手的RP喔 看起來比較有激情一點 可能是我個人的 個性問題喔 所以我還是比較喜歡高端比賽 好那看到MBL這邊是 果子在左邊 欸不錯 而且他吃果塊 那法蘭克人吃果塊 這裡還有個細節喔 就是他只要吃得快的話 就不太需要防守果子喔 果子通常到風箭時代都吃得完 所以MBL來說 他在前期的肉量 會比伯恩帝人多一些些喔 可以更能多出一點刺頭出來 即時防守 或是點下一級龍吉姆 反而克人不用點一級龍 可以點一級木 或是輪走技術 好那這邊 蓋 軍營被騷擾 被打了回去 這邊 MBL用刺頭阻止了 伯恩帝人 這邊蓋了軍營 造成哈德這邊按馬就的時間又偏慢了一些 那升到風箭時代之後呢 血量變成54滴血 非常多 跟他的刺頭比喔 差了9滴血 好 那伯恩帝呢 還有個特色忘記講喔 這應該才是最重要的特色喔 就是他可以提前一個時代喔 去升級經濟科技喔 欸這個是怎樣 這個會死吧 刺頭也倒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哇 他剛剛四步回頭 一直打的話 好像打得贏耶 MBL這邊有點尷尬 直接被抓掉了一村 那這個交換 感覺MBL是虧的喔 那 伯恩帝人呢 他這個提前升級一個 科技 經濟科技的效果 還有這個經濟 減免的費用 他是減免33%的 食物 所以 這個二級農 二級目是150肉 減33%的話 大概是 減了 快要50肉吧 大概 三四五十那邊吧 所以省下這些肉 也可以讓他比較有 沒那麼壓力喔 去點下二級農 或二級目 那如果他這個時間點二級目的話 就意味著他的刺喉會很難按 可能要出一些槍兵來防守 好 那MBL這邊 看到對方的槍兵也很多 應該意識到 這個 伯恩帝人 是沒有打算要出刺頭騷擾的 那MBL這邊是決定 要繼續按一下這個 刺頭部分 給對手更大壓力 那待會還是有可能 會去補下射箭場 好 果然前方喔 這塊金很難守住 那哈特這邊 只要一直出槍兵就好了 刺頭可能不用按 如果有需要的話 再補一個射箭場 在裡面喔 或是外面都可以 這邊兩邊的彈彈互打 交換的還算可以 喔 最後一刀收掉 最方的槍兵 OK 這隻是喔 還是立了大功 那MBL這裡是沒有打算要下射箭場 這邊直接圍一個大的 好 看一下我這邊 刺頭喔 有繼續追嗎 長槍兵往上 那順便報告最近的事情 最近我這個嘴巴 波動有點嚴重 所以講話一直有含乳丹的問題 雖然以前到現在一直都有 但最近更嚴重 就是 火氣有點大 然後 舌頭破洞一直沒有好 所以 就講話有點 痛痛的 好 看到這邊四隻獅子衝進去了 第五隻在後方 這要直接進來囉 OK 法蘭克果然直接打一個馬爆 好 殘血獅子活下來 拉了四隻村民來蓋 哇 好這四隻 直接挖金塊也沒問題 但這個村民沒有蓋好遺漏在外面 好 裡面的四隻刺頭開始砸 但是後面的槍兵跟得過來 這裡沒有圍 可能會被殺個一村 但是槍兵在後面 給哈特這邊的壓力很大 好 MBL這邊弓兵已經出來了 果然又補一個射箭場 好 這裡直線下一根劍塔 不然這個真的太難守了 補個劍塔的話 雖然會耗費一把的屬石頭 導致於城堡時代 沒辦法蓋下自己的 額外的城鎮中心 這其實有點小傷喔 好 這邊再刷掉一村 哇 1比1 MBL這邊抓一村 抓的有價值 這邊槍兵上來直接硬戳 但是一個人打不太贏 槍兵只能在前後跳恰恰 那工兵這邊很努力喔 想要去點槍兵 但點不太到 這邊就去射 直接石頭硬打 但是戳掉了 落滿很多的血量 後面再一次集火回去 但是劍塔重點蓋好 OK 那對手槍兵3G也死了 但這根劍塔蓋起來之後 MBL就很難騷擾到了 只能打這個上方的這個區域 但對手的防守位置也很簡單 這邊直接再補下兩棟房子就可以了 這裡後面補下一個冰衣工廠 待會要來點一下一級射一級防 兩隻刺頭 繼續在後方繞 戳一下 漂亮啦 一槍入魂 再一發 漂亮啦 捅爆 OK 兩隻刺頭直接掛了 結果這邊又突然開打 這個哈特居然這時候又按了兩隻 三隻刺頭 刺頭一直補 沒想到這時候補刺頭 可能是要去針對對方的工兵 當然沒有預防的狀況下 工兵數量一多 被射還是很容易殘血的 這邊可能要去MBL 家裡直接逛會比較實際一點 家裡的部分 可能下個射箭場 出個毛兵跟槍兵就可以守住了 不然就是直接不出為死 拖延時間 伸到城堡時代 出騎士來擋就好 好 稍微加速一下下 這邊看到左邊 開始在圍 有一個防止 開始圍過去 增加一下左側的防守 好 這邊有點強蓋起來 但是四隻工兵其實還可以接受 這邊補一個四級 那四級 這個東西是打馬的話 很容易會忘記的一個東西 因為打馬的話是不需要下兵工場 直接出這個馬舊 加上這個 兵工場 就可以出到這個城堡時代 四級的話是不用補 我還在講什麼 通常都是補四級 我剛剛想說怎麼這裡突然開打 好 這邊挖石頭被抓包拉了回去 三隻刺頭繼續拉扯 兩隻刺頭再上去往前硬尻 好 先打後面攻兵 槍兵兩邊互打 好 這邊撐到城堡時代 還需要一點時間 好 兩個馬舊繼續補 好 刺頭稍微拉扯 繼續走 好 不理 好 哇 這個馬舊蓋不起來 但騎士已經在按了 裡面補了三隻刺猴 這邊再補一個馬舊 好 這裡讓補個地人 DG稍微收到了一點干擾 好 後面的三隻刺猴去抓工兵 好 但是MBL也很及時的 按了自己的青騎兵 應該是刺猴不是青騎兵 趕快回來救 好 騎士一出來 稍微逼退一下對手 但兩隻槍兵 後面還有 再兩隻 四隻 哇 四隻槍兵 不太好過 好 這個馬舊蓋 也在開始出騎士 這裡應該補一個修造業 OK 這裡有點硬蓋喔 這裡要小心喔 好 其實數量得到四隻 這裡想要補到第五 第六隻的時候 後面想要做個包抄 從這個後面斷口 毒口開弓 好 裡面的刺猴可以放出來 但HART好像沒有發現 裡面有刺猴可以用 他是故意的嗎 好像是 哇 直用騎士硬尻 好 殘血得留下來 讓生女去補一下血 OK 這邊HART打得非常漂亮 MBL這邊則是用自己的一些 封建世代的兵種 騷擾了HART這邊 HART這邊趕快拿一隻騎士去解一下 然後自己開下了三個城鎮中心 第三個 3TC開弓 那MBL這邊可能要考慮 轉一下 森旅 配上騎士 或是重裝城鄉兵 好 都是他現在城堡世代的一個選擇 那MBL這邊要趕快補下二級伐木會比較好 OK 敲一級伐木 OK 經濟都有Google 然後這個輪走都有補 欸 這裡有一隻天空熊 哎呀 天空熊走了過來 現在要來 辦個Party 直接被騎士砍死 好 赤猴 往後走 看能不能抓到生女 OK 但這邊毒口 有個洞 HOLY SHIT 這個也沒遭到 生女被烤死 有點虧 好 那MBL的目的已經做到了 這隻赤猴可以 壯烈犧牲了 好 左邊的騎士也在繞 看有沒有在挖野礦的村民 或是來前置的一些 搞事的村民 都沒有 好 很正常的一開局 好 不跟地人這邊補下了自己的城鎮中心 但是他是2TC而已 經濟上來說應該是MBL會有領先 好 騎士就在這邊看 看你的城鎮中心 好 這裡伊收村 反擊一下 欸 這時候MBL居然沒有補修道院嗎 喔唷 在右邊 通常看到對方出騎士喔 一定要按一下修道院 才可以有效反擊回去 好 這邊抓掉一隻騎士 好 正面想要突圍 但是有點困難 後面有生女在著想 直接招兩隻騎士沒有問題 這邊要硬砍生女的代價 是被招走兩隻騎士 正面還有可能會打輸 對方槍兵一直有在按 騎士也是 但這個城鎮中心一定要蓋起來 OK 蓋好之後趕快收村 反擊了MBL回去 好 正面再用招一下 找到了 哇 這一波MBL有點虧喔 不太優 然後後面這邊又被反打 騎士三隻殘血回家 就是讓生女無血 這一場 這個交換來說 對HART是非常優的 超巨優患 好 這邊找了一隻回來 MBL囉 現在有一個生物了 但騎士 騎士的總量 目前是兩邊都是差不多的 看起來好像是HART這邊很優勢喔 但這邊喔 血量補血才是真正的優勢 現在還沒有到非常優 趕快拉一下這個血量 你看這邊分兵分得很快 血多的直接變一隊 血少的趕快再放在另外一邊 趕快回血 MBL這邊沒有處理殘血的騎士 都全部放在一起 血多的沒有出去工作 這個也算是一個 玩騎士的小小細節喔 盡可能的把血少放在家裡 血多的出去做事情 HART這邊點下了二級農 OK 看一下這邊圍一下 右邊再圍 哇 這個車門會爆 騎士傷害是可以直接輸出60滴以上的 車門已經擋不住 因為在建造中的建築物是沒有任何的防禦力的 所以很容易就砍爆了 這邊直接射死 射兩隻騎士往右 左邊三隻 三打三 後面還有一隻勝率在應對 但這邊變成防守模式的關係 沒有在開打 反正是站著讓MBL尻 哇 那個騎士有點擺給 好 繼續追逐 好 聖女搬了越來越多的聖物回來 三聖物到手 MBL的聖女數量來到了 六隻非常龐大的數量 好 這時候伯根地人 已經升了重裝騎士喔 那伯根地人的重裝騎士也是很特別 他可以在城堡時代就升級 正常來說都是要帶地勇時代才可以點 那城堡時代就可以點的關係 所以他的騎士的血量 可以回到120滴正常的血量 攻擊力再多加2 不然因為伯根地人是本身沒有血統的文明 所以他非常需要重裝騎士的提早升級 才可以抵擋住法蘭克人的 正常的120滴騎士的血量 不然可能會有血量劣勢出來 但升重裝騎士的話 就變成血量正常 然後還有攻擊優勢 攻擊力會再多2攻 直接硬招喔 沒得招到 差一點點 這邊要來蓋寶 法蘭克城堡很便宜 這邊直接硬招 但是升旅 有點太前線 可能要全部送掉了 但對方這邊也是 MBL也是想要硬招 兩邊變成升旅 去互相信戰到戰 哇靠這個 生女後方狂招啊 4隻在招 後面5隻生女也在招 這個畫面很亂啦 後面的村民也沒有第一時間去蓋城堡 反而是被哈特這邊的重裝騎士給擋了下來 但是正面的重裝騎士 已經全面倒地 MBL的騎士數量優於哈特 這邊蓋房子 用於是讓對方不能插這個高地寶 MBL 只兩個退 選擇要撤退 蓋在後方 來控一下金礦就好了 好 那MBL現在騎士數量還是很多 12隻 哈特這邊3馬 就再出騎士 數量趕快再繼續補起來 好 這裡暗雷大石牆 左邊這裡有個洞 沒有補 好 騎士數量開始蠻變少 哈特這邊補下更多的生女 繼續應招 但是MBL也是毫不客氣的 一直拉騎士去打後面的生女 這邊反擊回去 現在伯昆帝人 現在有攻擊的優勢 12加1的傷害 MBL只有10加1 攻擊力差2 重裝騎士 打不到一般的法蘭克 騎士 哇靠 MBL這一波 交換 並沒有賺到甜頭的感覺 哇結果這個洞沒有補起來 反而讓對方反推了回去 這個城堡沒蓋起來 急傷 難道這個寶是 伏比寶 很有可能 這可能變伏比了 騎士招一下 重裝騎士沒了 好 過分經驗人這裡補下了更多的重裝騎士到了前線 但是MBL這邊爆馬速度是有優勢的 反恩克爆馬有加成 不好意思 這個是要點下金罐才有 騎士精神 我忘記了 那個不是天生加成 他現在應該是沒加成 OK 那來看到右邊 又補了一個修道院 繼續招翔 選擇拉扯 這邊再補一棟城堡 想要來直接把法蘭克這根城堡給 抵消掉 兩邊都選擇一個蓋寶策略 先防守一下家裡重要的經濟區域 還有重要的戰略守備位置 但這根寶要取消的話其實也很虧 只能拿回大概100多石頭而已 看要不要delete掉了 兩邊準備升到帝龍時代 這場有點精彩 兩邊都打一個 騎士暴 騎士護狀的狀況 博恩帝在城堡時代 確實有非常大的優勢 但是到了帝龍時代的話 法蘭克的遊俠 是192遊俠 博恩帝龍的話 是160遊俠 血量大概差了32滴血 所以還不確定 現在是博恩帝龍有優勢 那博恩帝龍比較有優勢的地方 還有這個遊俠 是半價的 重裝騎士也是半價的 所以如果以打一個timing點來說的話 博恩帝龍如果先遊俠先好 然後先把MBL這邊逼到重裝騎士要應戰的話 可能就會有優勢了 那我們就要來看一下到底 博恩帝龍這裡要怎麼應對 法蘭克的192遊俠 那通常喔 騎士都會搭配疾兵喔 一起出動的 就是不太可能全出騎士喔 還是會配一些疾兵啊 之類的 會比較適合 好這邊應招 好 後面聖女繼續著想 上方騎士被壓了回去 重裝騎士被法蘭克 騎士高打滴 推了回去 哇這個沒有辦法 高打滴傷害太高 這邊重裝騎士殘血 但是這邊又拉到一個高地 抓到一個高地反打 但是這邊反倒後面有一些騎士繞了過去 又變成高打滴 這邊直接被包夾 重裝騎士恐龍被揭滅掉 哇這一波打得很虧 但是這邊又收到一隻僧侶 小賺了一點 好 法蘭克這邊現在有 聖龍帝王時代的10秒 的優勢喔 好這裡補下了一個城堡 上方也是 這邊已經補好了 就來看一下法蘭克會怎麼打 好這時候伯恩蒂點下重裝長槍兵的升級 果然還是要打一個步兵配疾兵的路線喔 大部分的遊俠國 最好都是要這樣配比較好 因為最防守可能會有駱駝啊 之類的 或是騎士護狀的話 你出級兵 出來幫忙出的話 優勢就會很大 好這裡有兩隻生侶 在補線 好這邊看到 伯恩獵人點下了 級兵 三級弓 真兵技術 神聖思想 瞭望技術 呵呵 補超多科技了 利用時代就是這樣子喔 馬上就要補很多科技了 而且這邊已經補好手推車了 所以 哈特這邊 照理論來說 他的經濟應該是優於MBL 當然也是因為MBL這邊 法蘭克 經濟上村民數的尺寸 所以會劣勢一點 但是這邊補下手推車 不錯不錯 好 那法蘭克這邊出指輔兵 是為了要反制對方擊兵喔 指輔兵打擊兵效果其實還不錯 因為他是近戰單位傷害 而且他有射程 好看起來 MBL還是要先等一下遊俠 重裝騎士已經升級好 喔馬上補遊俠 所以趕快補血 OK 好 伯根蒂這邊點一下呢 引刷技術 那法蘭克人後期打伯根蒂有個問題喔 就是他的僧侶是沒有這個 救贖思想的關係喔 所以如果要招對方的火炮 其實是有點困難的 還是要靠遊俠去抓後方火炮 才比較會有效果一點 所以這個是法蘭克人遇到 生頭戰術會比較煩惱的情況 還有火炮 但是如果正面軍隊一直打得贏的話 就沒有必要去出到僧侶去招後面的單位了 直接正面喔 用騎士配擊兵喔 輾過去就好 好 雖然法蘭克這邊還是點下了化學 想來出點火槍兵喔 去射前方的擊兵 但伯根蒂這邊果然還是點下了火炮 三級攻也補下了 伯根蒂這邊遊俠也補了 這邊想要櫻桃 有機會嗎?好像有點困難 這裡補下伯根蒂的銀罐 伯根蒂葡萄園 這樣子農田就可以撐生產黃金了 這邊稍微高達低一下 這邊一直排開 MBL這邊有點小虧 因為人家是高地 在這邊做一個拉扯之後 好像五五開 把殘血都拉走 這不是拉走 這個是拿去把 去抓旁邊燒蛋村民 OK 192遊俠終於出關 三級攻也快要好了 那MBL這邊打的是火槍配遊俠的路線 超級黃金陣容 沒有級兵 沒有級兵的話就會很難受 那MBL這邊好 大會遇到對方的僧侶 是有這個印刷技術 射程12射程 而且自己的火箱又可能會被招走 現在火炮開始給壓力 好 撥離下一個二級射 正面大軍 大會要該怎麼應對呢 騎兵配遊俠 騎兵國標配 護騎作戰 相當好用 兩邊城堡血量都非常低 現在三巨頭出來 但對方已經四巨頭了 MBL城堡應該是擋不住 專瓦技術也還沒有好 終於補好 但這邊已經突然開戰 後方九隻僧侶 直接開招 這邊招到了七隻遊俠 哇靠 遊俠的招搶速度非常快速 正面大軍開打 後面的勝旅 招了一些疾兵過來 變成我方軍隊 但是由於打不贏對方疾兵 太大的數量 遊俠也是可能非常多的傷害 這邊硬招了七隻遊俠 感覺戰況有所改變 後方的MBL的遊俠 也沒有打算拉回來 直接殘軍屠戮 最後被敵軍給包圍 損失了所有的遊俠 第一波遊俠衝鋒 讓MBL損失大量的單位 這裡還能繼續打嗎 四巨頭要趕快退 火槍還沒有出來就打了 這個有可能是MBL的伏筆 後方繼續招 哇這個硬招很難受 三隻上前的遊俠全部被招走 反叛了回去 繼續進攻MBL的戰地 MBL這邊黃金也只剩下13個人在挖掘 黃金庫存並不多 正面部隊完全被擊潰 只剩下少量的火槍兵 配上少量的遊俠 進行最後的防守 火槍兵要繼續出嗎 這邊再繼續出可能會有點難受 這裡賣了一堆木頭 硬按了一些遊俠出來 但是HOT這邊的生女 招牆速度實在太快了 好 更多的村民 被騷擾著 MBL能扛得住嗎 不行了 涼掉了 MBL 村民扛不太住 正面巨頭又架了起來 這裡還進一棟城堡 用最後的一部遊俠 看能不能打進去 如果能打進去 騷擾到一些村民的話 MBL就還有機會 但是他家裡 中間這根城堡也快守不住 這根城堡只要一守不住 很有可能 敵人就沒有任何的阻礙了 就可以一直長驅直路 直衝城鎮中心 基本上現在已經就是這個情況 MBL遊俠直接全部回首 到處散陣 砍了HOT一堆村民 但是家裡一直有疾病在防守 很快就可以解掉遊俠的騷擾 但是MBL家裡沒有疾病的關係 沒有升級 所以導致火槍擋 但火槍根本擋不住遊俠的傷害 還有這些大落馬的傷害 直接被砍光 只剩下遊俠在家裡 但如果沒有火槍兵的話 打級兵就打不移 這邊MBL直接打錯 GG 這個打得非常漂亮的HOT 這個HOT戰術 打得很不像一般的伯根蒂 一般伯根蒂的人 森鎚是不會出到這麼多的 他除了很多之外 還用心補下森鎚的血量跟射程 這讓他操控森鎚有一個很大的操作空間 不只是打一波之後 一波接續後面補血 或是後續的進攻 森鎚一CD好 又繼續招遊俠 讓MBL這邊蒙獸非常巨大的壓力 即使不招遊俠也沒關係 招火槍兵也很賺 所以這邊我覺得MBL應該要跟著打級兵才對 用大量的級兵推過去 才有可能打得你這個招響戰術 雖然我覺得可能變成級兵的話也是誤誤開 但至少比出火槍兵還好一點點的感覺 畢竟火槍也是很刺激的單位 如果把這個機投資在 投資在遊俠上的話可能會更好一點 這是我單純個人想法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伯根迪在這邊 拿下了石頭跟木頭還有食物 三種資源的勝利 但食物只有少小銀一點點 其實沒有差距太大 兩邊都是經濟型的食物文明 所以並不會差距太大 是很合理的 MBL這邊有四勝物 黃金總庫存 是比HART這邊還有更多的 但看起來是 後期的兵種決策出現了一點問題 所以導致MBL正面有點扛不太做 只能打出GG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先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